在墨西哥的西馬德雷山脈中的中心深處 是粗獷美麗的黃銅峽谷 在這個偏僻港府的峽谷中 住了一個被人遺忘的群族 就是塔拉湖馬拉族人 這些人大概是和柯特知 在五百年前來到這裡所見到的人一樣 他們住在岩石下面 沒有衣服穿 沒有學校 什麼都沒有 塔拉湖馬拉族人現在只是殘存 他們極少接觸峽谷之外的生活 曾經有超過一百萬塔拉湖馬拉族人 住在峽谷中 現在只有六萬人 肌餓、寒冷、肺病、脫水 是人口持續下降的走遙因素 統計數字令人震驚 有一半的兒童十歲之前死亡 在峽谷中 設立一個醫療診所 實在可以挽救不少生命 今天 因為塔拉湖馬拉時供 十七年來的偉身承諾 在峽谷中 有了愛和盼望 當他們知道 我們只是想祝福他們 幫助他們 愛他們 他們就明白 什麼是愛 塔拉湖馬拉時供 在十七年 在峽谷產生了極大影響 但是這些人 仍然死於可預防的疾病 宣導會全國婦女事工 需要你的幫助 去改變這種情況 我們社會公義和憐憫項目的目標 是建立一個醫療診所 和婦女庇護所 你可以一起參與 我們需要籌募十五萬家園 讓婦女和兒童得到平安和健康 請你加入我們 把基督的愛和盼望彰獻出來 祈禮 祈禮